佛法流传到今天 已经是两千六百年了 佛法流传到今天 在这个流变的过程 很多不是佛教的东西也混进来了 其实有很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 跟佛陀的时代不一样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佛法从一个国家传到一个国家 很多时候就会随着那个国家的文化 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而改变 直到今天 假如我们没有回归原始经典去探讨的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佛陀当时所教的是什么 那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坐在你面前的这尊佛 他的头有一粒一粒的 对吗 一般上我们看到的佛像就是这样 假如一天 你看到这尊佛是光头的 你会很惊讶 你会很难接受 为什么佛是这样的呢 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 这个阿瑟士王 阿瑟士王呢 听了提佛达多的话 把他父亲 平佛杀罗王杀死 就是夺取了这个王位 后来他是犯上了一种精神病 经常睡不着 做噩梦 精神上很困扰 所以他去拜访过很多的宗教导师 没有一个宗教导师能够化解他内心的一个觉 后来有一天 那一天是月圆子的时候 阿瑟士王心中感觉休息很不稳定 就问大臣们说 今天是月圆子 我们应该去见那位老师 很多大臣就建议 很多外道宗教导师的名字 其实这些宗教导师呢 阿瑟士王已经去见过他们 每个都不能够化解他的心结 直到后来呢 这个齐佛同志 齐佛同志是平佛杀罗王 也是阿瑟士王的寓依 同时呢 这位寓依呢 也服务这个僧团 为僧团看病 所以这个齐佛同志呢 他就建议 大王你应该去见见佛陀 因为在所有的宗教导师里面呢 只有佛陀 阿瑟士王还没有去拜见他 所以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个齐佛同志的建议呢 他同意啊 好吧今天晚上来去拜访佛陀 所以他们准备了马车 一大队 这个队伍呢 浩浩荡荡的出发 骑到这个王舍城的竹林金舍 晚上呢 竹林金舍是很寂静的 竹林金舍里面呢 住了千多个出家人 当这个阿瑟士王呢 来到这个竹林金舍的时候 下马车了之后呢 就步行进去里面 这个原因相当深 阿瑟士王呢 走了一段路途呢 越走越寂静 阿瑟士王呢 心虚啊 因为曾经谋杀他的父亲 所以他以为说 今天齐佛同志 骗他来这边 是要谋害他 他转回身来问齐佛同志 你是不是有阴谋要谋害我 带我来到这毕竟的地方 齐佛同志说 大王没有这回事 你尽量放心往前走吧 那么阿瑟士王呢 就继续往前走 直到来到神团居住的地方 那个时候呢 一千多个笔区围绕着佛陀 当时呢 当时呢 阿瑟士王呢 认不出哪一个是佛陀 因为全部是光头的 假如佛陀的头 他的头有一粒一粒的 是这样的话 那很容易扔的 只要看呢 有这样的头了 那个一定是佛陀 但是当时呢 阿瑟士王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不知道哪一个是佛 那就问齐佛同志说 到底哪一个是佛 齐佛同志说 那个靠竹子旁边 比丘围绕着那个就是佛陀 这个时候呢 阿瑟士王才明白 原来佛陀是这位 所以从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佛陀当时呢 跟比丘都是一样 提到光光的 并没有所谓有这个头发 那现在假如我们做一尊佛 是没有头发的摆在这边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法光禅修令的佛 没有头发的 你们会觉得很难接受 对吗 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呢 我们已经接受了 其实佛像的出现呢 是在佛陀入灭后 五百年后才有佛像 而这个佛像的造型呢 很多时候都是根据 希腊文化的那种造型 当希腊阿里山大王 攻打北印度的时候 把希腊的文化带进来 希腊的缩像是很漂亮的 所以随着希腊的入侵的 这种文化艺术呢 也被传进来 后来呢 人家念佛陀 就开始造这个佛陀的像 开始造的时候 也许都是光头的 但是这么多尊相啊 佛跟弟子们全不是光头的 你们要去怎样辨认 哪尊是佛哪尊是弟子的像 无从辨认 对嘛 所以后来呢 这些工匠师 艺术家呢 他们考究 佛陀三十二像之中的头发 是卷曲 向右转 所以因为这个构思呢 直到后来呢 把佛像造成这样 第一呢 就是让人家容易辨别 有这样的头的就是佛 但是我们从小呢 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佛陀是光头的 假如有一天呢 你看到一尊佛是光头的 你会很奇怪 就好像几年前 我到沙巴的寂静林区 进他的大殿呢 望上去 诶 什么佛陀没有头发的光秃秃的 观念上呢 马上给我们 诶 怎么佛像会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啊 佛陀本来就是这样 反而呢 我们把对的当成是错 把错的当成是对 其实佛教里面 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呢 都认为出家人一定要吃素 其实这个吃素呢 并不是佛教的东西 吃素呢 是道教的东西 今天假如我们说佛教没有提倡吃素 我们会很难接受 对吗 很多佛教徒都认为说 特别是出家人更应该要吃素了 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提佛达多 就曾经要求佛陀把这个素食呢 制定为比丘必须遵守的戒律 当时佛陀并不接受 不接纳提佛达多的建立 为什么没有接纳呢 因为出家人是过着托波花园的生活 人家供养什么就接受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再家人供养我们什么 佛陀制定的戒律当中有一条戒 就是说比丘不可以跟再家人去讨事物 比如说我们吃素 当人家供养婚时我们不接受 我们跟他讲我们要的是素食的话 这已经是违反戒律了明白 所以当时为了让再家人有机会种这个福田 所以佛陀不允许这吃素自定为比丘的戒 人家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供养 以便他要特别去找素食而失去这个机会明白 所以在当时佛陀考量到众生的利益 所以并不把这个建立接纳进来 佛陀只是这么说 吃素不吃素是个人的事情 这个对比丘国做托波花园的生活 这是不适当的 第二也让再家居士 不要失去这个供养出家人的机会 就好像在外面有时候你们看到出家人来花园 一般上冠食你就很方便了 你买了就可以供养 但是假如那边找不到素食店 你要去找素食来供养 来不及了 师父走了 对吗 所以大家明白了 其实佛教里面有很多类的东西已经变到我们不知不觉 就好像现在你们看到观星菩萨 他的照相是什么 女子的照相 假如有一天你照个男的照相 你说这个是观星菩萨 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 其实菩萨本来就是男中了 早期你去看印度的菩萨像都是有弥赛的 而且菩萨只有在家中没有出家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菩萨像都是穿金带云的明白了 打到漂漂亮亮的 我们出家人是绝对不可以穿金带云的 所以这些菩萨像都是在家居士来的 早期的菩萨都是以男中的形象出现 为什么呢 当一尊菩萨被佛受寄 他将来会成佛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投身为女中了 即使投身在动物界呢 也不会成为雌性的动物 当时菩萨的照相都是男中的 所以我们叫观音大师 大师就是马哈布鲁 马哈布鲁就是男人了明白了 并不像我们今天把它叫做观音娘娘了 假如人家跟你讲 没有观音娘娘只有观音公公 我相信你很生趣 你会说乱讲乱讲 你是诽谤菩萨 本来菩萨就是男中的 没有娘娘这回事 你跟那些老太婆 没有观音娘是观音公 骂死你 对吗 我们已经从小就接受这种文化了 观音菩萨就是女中 现在其他的菩萨也慢慢变成女中了 你看现在佛身边都是女中围绕着 当时原始佛教 佛陀身边只有男中的生团 没有女中的比丘尼围绕着 明白吗 很多东西呢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是佛教的东西 但是我们都不知不觉 其实要探讨要讲了很多很多 你假如没有回归原始佛教 你真的不知道原始佛教 佛陀教导的是什么 你看到今天 都是求啊拜啊求啊拜 佛菩萨保佑啊佛菩萨保佑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并没有叫你求啊没有叫你拜 佛陀是叫你依教去奉行 明白吗 很多东西都在变了 你们不相信啊 都五十年后可能烧小房子 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东西了 现在很多人不能够接受 当很多人接受的时候 他就纳进佛教里面来 就像我们所谓的超度 超度本来就不是佛教的东西 佛教里面没有超度这回事 只有啊功德回向 但是我们去接纳了道教的东西 进来把超见亡灵变成超度 所以今天我们讲佛教里面没有超度 你也许会很顺趣 你说你诽谤佛 诽谤法 其实本来就是没有 因为在淹死经典里面只有讲到功德回向 没有讲到超度这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徒就是超到乱 不安 家里有人往生了 我们一定要请出家人 或是到时来超见亡灵 或是超度 没有做心不安 明白 所以很多佛教的东西都在改变 改变到我们不知不觉 以前做戏出家人出来就是 现在变成阿弥陀佛了 对吗 以前小时候啊 我看香港的武侠片 那些和尚一出来 见面也就是 广东话 善哉善哉 善哉善哉就是我们每次用的 当你做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上摊很好很好 善哉善哉善哉 但是现在出家人呢 武侠片的出家人一出现 他不是善哉善哉的 不是行罪行罪的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看 我们现在假如出家人呢 一出现呢 他不讲阿弥陀佛 他讲善哉善哉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讲善哉善哉 应该是阿弥陀佛才对嘛 应该是阿弥陀佛才对嘛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啊 不知不觉被改变了 我们还认为说 这个就是佛教 把对的当成是错的 把错的当成是对的 所以这也就是问题了 其实我们在尊佛 假如在原始佛教 佛陀常常自称自己 是乔达摩佛 乔达摩是他的足性 他自称自己是乔达摩佛 并没有称自己是释迦摩尼佛 你们常常念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什么是释迦摩尼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释迦呢就是 释迦摩尼佛 摩尼就是圣人 释迦族的圣人 叫做释迦摩尼 释迦族的圣人就可以了 不用加多一个佛下去 所以我们叫释迦摩尼 在经典里也有看到释迦摩尼 但是呢 并没有释迦摩尼佛 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只知道 释迦摩尼佛 忘记了乔达摩佛 我们这尊佛呢 真正是叫乔达摩 现在释迦摩尼佛呢 很多人都忘记了 加加富富阿弥陀 也许你问一些人 我们的佛祖是谁 阿弥陀佛咯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被改变了 我们也不知道 希望大家呢 能够有机会 回归原始佛教去探讨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很多听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很多时候 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明白吗 好 来接受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